大家好,在法国生活了接近六年,虽然说也没有很久,不过我感觉我就是从最开始一个就是很青涩的留学生,对政治毫无理解,也不关心,然后到现在慢慢对政治问题实施话题比较关心,然后对于民主有一些想法上的改变,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说一说关于洗脑这个问题,就在很多YouTube上面有很多视频啊,包括平时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比较争论性比较强的话题,大部分很多人都会在觉得说,尤其是西方人觉得中国大陆人都被洗脑啊,都是小粉红啊,脑残粉啊,怎么怎么等等之类的。 然后我在法国生活了将近六年,也经常听到类似的一些言论,不仅仅是来自于法国人,或者是西方人,也有台湾的,台湾的比较偏绿的那一部分的人,当然。 对,然后我今天就想来说一说我对洗脑这个词的一些看法。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中文说得非常好,他是法国人,中文说得非常好,在中国也生活过一段时间,有很多的中国朋友,也还算比较了解中国的一些传统啊,文化啊,思想之类的。 然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喝点小酒聊天,就聊到了中国吧,毕竟他也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很久,大概加起来,前后加起来三年的样子。 他当时就说中国人都,具体我忘记了,反正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我忘记了到底是关于种族主义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可能因为喝了一点点小酒,然后可能情绪会比较放大,他当时说完这个,我马上脸瞬间变得很,脸色变得很难看,然后我说你说话小心一点。 因为我平时都是比较温和,然后笑嘻嘻的,很少,就经常朋友之间开玩笑啊,很少会有这种态度,然后他可能突然愣了一下,但是他没有生气。 他说,我发现所有的中国人都无法接受外人,别人说中国的任何不好,中国或者中国人的任何不好,没有一个例外的。 他说你看你刚刚突然一下子变得非常有攻击性,我感觉你都不是平时的你了。 这让我马上想到了很多西方人都喜欢说中国,中国人被洗脑啊,就听不得外人说中国或者中国人的不好。 所以我当时也有想反思自己会不会就是反应有点激烈,然后我那个朋友他说,我在中国或者在外国认识过那么多的中国人,毫无意外的都会一旦听到任何关于中国的言论,或者尤其是中国的负面,对关于中国负面的言论,马上会表现出一个很反攻的态度。 我马上会第一反应就是要维护就是解释说明,他说你知道我们在法国,骂法国最凶的甚至烧法国国旗的那一批人一般都是法国人。 我当时他说完这个,我甚至都在思考我是不是被洗脑,不过当时就是就像我说的,我来法国的时候确实年纪比较轻,然后有过那么一阵比较迷茫的时期,就是对于政治这个话题,叫迷茫的时期。 所以我当时都在怀,都在想我是不是被洗脑,因为大家都在说你们被洗脑,你们被洗脑,对,所以我有反思过这个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在中国大陆接受过高中学,尤其是文科学到的政治,都基本上都是比较很,我个人感觉就是比较大的一些那种,比较,尤其是在我当时看来比较空的那种话, 就是尤其是你对一个青少年去让他读啊,背啊,等等的一些话,我其实自己并没有去理解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为了高考,就死尽一本就那么背下来,然后这样说的话,确实我们教科书里学到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它好像是一种洗脑的成分,确实是一种洗脑的成分,但是后来,经过我那个朋友这么说完之后,我就觉得, 我会就稍微比较注意自己的一些态度,比如说当我听到关于中国,中国人,尤其是负面的消息,我会尽量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去倾听他的想法, 当然就是,当我听到这种事,它是有一些思考,有一些理论在里面的,如果只是盲目的批判的话, 一般这种人,我就是直接忽略掉,对,我会,如果就是当对方有一些相关的,我觉得比较有想法的,我会去倾听,去交流,然后去,要么去做出解释, 要么去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而不是马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很反击的态度, 然后前阵子就认识了一个法国人,年纪大概就是中年的一个法国人, 他的背景非常国际化,他的太太也是亚洲人,所以他们全家都在亚洲,美洲, 还有欧洲不同的城市都居住过,接触过很多不同地方的人, 外国人,各个地方来的人,他们会说英文,法文,然后会一点点中文这样, 然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人,我觉得他的思想应该是非常开放的, 然后他这个人也很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朋友之间, 然后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到,他有一位中国客户, 经常去世界各国旅行出差,然后对各个国家,文化,语言,政治啊什么都还非常了解, 他就说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个国际化背景的中国人, 他还会被洗脑的如此严重,然后他就跟我讲,他为什么觉得他被洗脑, 他说这个中国客户会每次见他,会给他看一些比较宣传中国好的一方面的一些东西图片啊, 或者视频啊,然后对于中国非常感到骄傲,觉得尤其是他说中国非常安全, 不像国外经常会遇到一些什么抢劫啊之类的这些问题, 然后当时他跟我说完这个,我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会比较尽量控制一下自己不要马上表现出来一个维护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你这种反击的态度反而会让人更加觉得你是洗脑, 而并不而会忽略你会讲啊跟他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就,当时我第一反应并没有说反驳他, 这个我们并没有纠结于这是洗脑,是不是一个洗脑的表现, 我就是跟他说,我说在他那个年纪, 因为他的年纪大概就跟我父母差不多, 经历过中国比较贫困的时期, 然后现在也经历了,也感受到,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 然后这种如此巨大的变化能够让他为他的国家感到自豪, 毕竟现在很多就是国内的一线城市跟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很多人当然不是所有人, 很多人的生活水平跟发达国家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差距, 所以他当然会感到非常骄傲,对他的国家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然后他当时说,你这么说我大概能够理解, 因为他之前认识一个韩国人, 他说那个韩国人对他的国家非常骄傲, 因为韩国之前也是毕竟经历过战争, 然后那个之前也有过生活比较贫困的, 就是相对贫困的年代, 他说那个韩国人小时候基本上没有吃过肉, 他说吃牛肉都是一种奢侈, 然后到了现在韩国就前阵子已经被列入发达国家嘛, 所以这个韩国人会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 我感觉为什么就是现在经常网络上看到, 中国人和韩国人互相抨击啊, 然后就是有一点点从他们, 大概就是说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中国人就说韩国人喜欢偷中国的文化遗产, 然后韩国人会说, 这明明是韩国的, 中国人就喜欢说这是他们的等等等等, 其实这些有的, 有一些这种言论, 我感觉其实也体现了一种民族主义, 因为中国和韩国确实都有一点点类似的历史发展背景, 当然之前都, 我就不说古代了, 就是近代的话, 确实历史发展背景比较像, 都是从一个, 当然韩国的起点还是比中国要高一点, 就是从之前的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 然后到上升到现在, 人民生活水平都比较优越的一个, 当然不是所有人, 韩国人的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肯定还是比中国要高的, 但是他们都经历过这么一个发展的, 比较飞越式的发展吧, 所以中国人, 韩国人都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非常的骄傲, 但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说西方人, 西方媒体都挺双标的一点, 就韩国人这样就是觉得民族自豪感, 中国人这样就是洗脑, 对, 然后就是又说到刚刚那位法国人, 他当时说完这个事情之后, 他觉得他那个中国客服被洗脑的事情之后, 他的夫人, 他的夫人是亚洲人嘛, 他说就是华裔的亚洲人, 他说其实也有文化的关系, 我当时就觉得他其实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感觉他看的比他的先生比较更加的客观, 更加的全面, 他说因为华人的文化就是比较, 就是说我们说家仇不可外扬, 就是从小家里人就是说, 哎呀我家里的事情不要跟外人说, 一般对外人不会说自己家的仇事, 但是内部当然有问题还是会要, 还是会说的, 只是说不会跟外国人说, 我后来想到很多事情就是, 其实所谓说我们洗脑洗脑, 其实好像也有, 就是有这个文化的差异在里面, 因为我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有问题吗,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 中国人难道不知道自己国家的问题吗, 当然知道, 但是当一个你跟外国人说, 大家当然马上就是条件反射性的, 就会去维护自己的国家, 毕竟中国人说国就是家, 家就是国嘛, 所以我们说家仇不可外扬, 当然这个国仇, 我们也不想外扬, 对不对, 就像比如说这次上海疫情爆发, 虽然说朋友圈里, 当然还不是有各种比较批判的声音啊,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 就这些人, 那些批判的人, 批判政府一些行为的人, 他们即使把它放到国外, 然后跟一个外国人去说, 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会马上去维护自己的国家,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在里面, 就是家仇不可外扬, 比如说我跟我先生, 我觉得包括一些中国中外情侣, 或者是中国情侣之间, 华人情侣这样, 就是在外人看来, 尤其是法国人看到我们, 我的中国朋友, 情侣男女朋友之间, 或者是我跟我先生之间, 他们会觉得, 你们怎么互相, 那么就是我们会对对方说一些, 就是对他们看来非常狠的话, 但是在我们看来, 就是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你会说出这个人的缺点, 有的时候是开玩笑, 有的时候是认真的, 然后可能就说的不是特别好听, 然后在法国人看来就会觉得, 天哪,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对方说出这么难听的话, 但是当, 但是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我们家里自己会明说一些这种事情, 但是当我跟我一个外国朋友, 跟一个外人谈情我的心上, 我不可能就是跟他说各种各样, 当然姐妹间的吐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对我一个不是很熟悉我们的人来说, 我当然我一开始不可能就说, 他这不好, 那不好, 这不好, 那人家会这样, 人家就会想,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对不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 就是内部矛盾内部解决, 内部矛盾不会去跟外人去大肆宣扬, 但是法国人他就不能了解这种文化差异, 他觉得我就要说出来呀, 即使是我们法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就喜欢说, 我就喜欢到处说, 但中国人就会觉得, 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觉得很好笑啊, 法国人还会一直会喜欢抱怨法国, 当然法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喜欢抱怨, 所以他们会抱怨一切的事情, 这也是法国的一个文化, 然后如果在不了解法国文化, 对于一个不了解法国文化的人来说, 他就会觉得, 法国人好像要每天都过得很不开心, 很多事情要抱怨, 那其实真正的是真的, 真的是他们过得不开心, 所以抱怨嘛, 也不一定啊, 只是说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 只不过说法国的文化就是更喜欢表现出来, 更喜欢去阐述, 所以为什么辩论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他们就很在意批判性的精神, 但是中国人就会觉得, 就像我经常说, 就跟我先生说, 我说我很, 其实有的时候很不喜欢法国人的这种喜欢抱怨的态度, 我觉得你如果有些都有问题, 你去解决它, 而不是咚咚嘴痞子, 但法国人就是很喜欢说, 就是很喜欢说一些, 就是很负面很消极的情绪, 然后在他们看来可能是正确的, 正常的, 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感觉, 好像毕竟你在一个关系之中, 你如果一直在说一些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消息, 你很容易把这个负面情绪强加到别人身上,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这个家仇不可外扬的这样的一个华人的价值观吧, 外国人不懂, 西方人不懂, 所以在他们看来, 我们为就是当听到一些就是对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比较消极的言论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行反击他们, 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一种被政府洗脑的现象, 我们现在来反观一下西方媒体也会洗脑, 当然在西方人或者法国人看来, 他们的洗脑根本就不是一种洗脑, 他们只是在就是有一种, 他们承认他们的媒体有导向性, 但是他就说, 那跟你们肯定不能比, 跟你们中国肯定不能比, 中国就是完全在洗脑, 我们确实也有问题, 但是只是导向性, 他们这么说法, 在他们看来也确实是客观的,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种所谓的导向性, 其实慢慢的难道也就没有洗脑的成分在里面吗, 尤其是对于青少年, 因为我本人是作为老师嘛, 平时都跟青少年打交道比较多,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班上有一位成绩非常好, 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她就问我, 她说老师, 中国有没有种族歧视这个现象, 我当时就很诚实的说, 我说我很抱歉的告诉你, 我觉得种族其实哪里都有, 不过然后我马上就说, 我说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中国人一般, 首先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说, 有棚子远方来不亦乐乎, 就是你从来自越远的地方, 我们就应该越欢迎你, 第二, 中国人在某种情形状下就非常喜欢外国人, 我当然没有说什么白人啊, 什么之类的, 我就是说整体来说, 中国人是非常欢迎外国人, 一般的中国的群众是很喜欢外国人, 尤其是对于会说中文, 尤其是中国说的好的外国人, 那更是就是非常的热情啊, 非常的, 就是你不会, 我觉得正常情况, 你不会感受到什么种族歧视, 但是我不能否认它不存在, 我觉得它肯定是存在, 但是我觉得你不会, 就是如果你去中国学习旅游或者是工作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不会遇到一些种族歧视的这种的一个状况, 然后那个女孩子她当时就很害羞, 但是她就有一点感觉想说又不敢说, 然后最后我就鼓励她, 我说你有什么都可以问我, 她说我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是穆斯林, 然后我有看到报道, 新闻报道说中国新疆那边哪有什么集中营, 就是我害怕, 我非常喜欢中国, 我非常想去那边学习工作, 但是我很害怕, 因为我害怕因为我是穆斯林, 然后会被关去集中营, 我当时听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跟我说这种话, 我其实就觉得很多很复杂的情绪, 因为首先我其实还蛮惊讶他们会知道这件事情, 当然现在的网络很发达, 然后小孩子经常看一些TikTok, 尤其是然后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打引号, 就是真假也不知道, 但是加上我今天就先不说关于什么新疆集中营的这些事情, 因为我一直是秉持的, 当我不了解一个事情, 我没有去做一些研究, 我觉得我不会轻易发表一些言论, 不然我感觉是比较没有责任的, 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尤其是当做老师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直说, 我跟我的学生直说, 我说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 不应该把自己的主观想法强加于你们身上, 我可以, 我很愿意分享, 跟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事实, 以及我的个人观点, 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 我的观点不代表你们的观点, 我不希望你们会因为我的观点而改变一些事情的想法, 当然我是希望他们会赞同我的一些观点,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老师, 尤其是在对于未成年人, 我不希望他们会因为我的主观观点会受到一些想法, 因为我看过他们之前, 我知道有一些法国老师会跟学生说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在我之前的那位老师, 他跟学生说什么, 我毛泽东是怎么怎么怎么独裁者, 然后我很讨厌他, 就是然后学生们当然听得很开心, 就是觉得哇很有态度很有态度, 但是我觉得这么做, 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有失偏颇, 因为他们毕竟还处在一个, 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独裁者, 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民主的情况下, 他们就知道好和坏, 说实话, 当然不是所有的法国青少年都如此,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啊, 尤其是想象在我小时候也是, 你没有一个很客观的态度, 你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 然后就去被强加到一种观念, 我感觉其实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当时他跟我说到新疆集中, 我就是跟他说, 我说我个人觉得这, 我很质疑他的真实性, 然后他们马上就说, 我们都看到了, 有新闻报道记者都采访到了, 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不管即使是新闻报道, 我个人是秉持着怀疑的态度, 但我不知道他真假, 所以我不会去判断, 抛开这个问题不谈, 我说首先即使他是真的, 即使他是真的, 你作为一个法国人去中国, 第一, 没有人会去问你什么宗教信仰, 第二, 不管怎么样, 你是法国人, 中国人永远, 我觉得中国群众或者是国家, 会对友好的外国人, 绝对保持友好的态度,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当时就觉得一个青少年, 一个小孩子, 十三四岁的孩子, 他在没有去了解, 没有去过中国的情况下, 就通过网上的一些媒体的宣传, 对中国感到, 都不是说厌恶, 因为他本身是很喜欢中国中文和文化, 他的态度是害怕, 我就觉得很可惜, 就是因为一个害怕, 莫名的害怕的态度就, 就好像整个的对这个国家有一个觉得是一个地狱般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觉得这种想法就很可惜, 好像就莫名的就无形中阻断了一些年轻人想要去了解中国中文或者中华文化的这样, 就阻断了他们的这个好奇心, 因为由于害怕, 而且这个害怕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害怕, 还有我认识了一个英国的女孩子, 她是英语和法语双语的一个背景, 她旅游过很多很多地方, 对我也非常友好, 对亚洲人没有任何偏见, 但是每次就一起到中国,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啊, 那很不自由, 对不对, 就我们平时有聊天, 一起聊, 一提到任何中国相关, 她就觉得嗯, 不会去, 绝对不会去这个地方, 她说, 她说啊, 可以跟中国人做生意, 但是我不会去中国, 也连旅游都不会去, 她觉得我连旅游都是不自由的, 我就觉得一个已经, 去过这么多地方的人, 然后也结交过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 即使她也认识过其他很多中国的朋友, 但是她在可能是看了西方媒体啊等等, 我就感觉也是在去了解这个国家之前, 就已经完全把这上门给关上, 完全拒绝了解这个国家, 在我看来其实是蛮可惜的, 而且这, 而且我说的这些人都是, 他们已经都是有一个很国际化的文化背景, 那我都不去说那些真正很闭塞的法国人啊, 可能连法国欧洲都没有出过, 也可能也只会说法语, 都不会说英语, 没有去看世界的人, 看世界打引号, 看世界的人, 这样的一些人的观点, 那我个人就是去想想就可能就有点后怕, 然后我又想到另外有一个, 有次跟一个法国朋友聊天, 然后我就, 我有提到我说我想去别的国家看看, 去感受一下其他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等, 他就说我也情绪很想去, 我说你想去哪里, 他说我想去新加坡, 我说很有意思, 我说你为什么想去新加坡,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就是某一天在网上看到, 觉得是一个很发达很先进的地方, 我当时觉得还有一点好笑, 我说你都不了解新加坡, 你就想去新加坡, 我说我后来问他, 我说你知道新加坡的就是人均工作时长是法国, 比法国多三分之一, 我说你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当然我没有去过新加坡, 我通过我对新加坡的了解也是就是自己看到的一些网上的信息, 所以如果说的不对的话, 请大家指证, 对, 然后他马上说那我不去新加坡了, 我说你对新加坡毫无不知道, 你就是看到了可能就是很发达, 很现代化, 但是你跟他说中国国内一线城市也是那么现代化, 他就会觉得怎么可能, 从来没有见过, 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记得我之前给我的法国学生放了一张上海的照片, 我自己拍的, 他们就觉得这是东京吧, 这肯定不是, 这肯定是日本, 这肯定不是中国, 因为他们就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真正的中国, 我说的真正的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中国, 然后他们对中国的, 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一个非常老的一个印象, 然后我就又再说到, 就是又说到新加坡, 然后我记得之前也是跟一个法国同事, 他是历史地理同事, 他有一次跟我说, 因为法国人他们西方人一直都在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 然后他说, 哎呀, 我我很害怕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 其实他说的这个害怕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觉得政府监管没有自由啊, 这个是第一方面, 但是这个跟他就没有关系啊, 不管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不是中国人, 他也没有, 不会住在中国, 第二他其实说的害怕主要是说, 中国科技的发展让他害怕, 就我们先不讨论这件事情的真假, 我保持保留态度, 但是他就说,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发达到这么一个地步, 让我觉得非常害怕, 监管如此严让我觉得挺害怕的, 我说你知道新加坡监管非常严, 我说中国的这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监管怎么样, 我就不说, 因为我对他的真实性是怀疑态度, 但是我也不能跟你说他是真是假, 我就说你知不知道新加坡的监管非常严, 你不可以吃口香糖, 你随地扔垃圾过马路敞红等都会被记录啊, 好像会说警察马上会过来, 就是罚款之类的, 具体我也忘记了, 就之前有听过在新加坡的朋友跟我说过, 然后他的反应马上说, 那新加坡那么小无所谓啊, 监管严人民, 他都不会觉得他们人民没有自由, 他会觉得那那么小, 监管严那也是正常, 反正也无所谓啊, 没有自由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中国那么大, 人口那么多, 他们如果没有自由, 那是需要, 这个问题需要得到重视, 我当时就很无语, 第一方面是觉得, 嗯, 他好像是, 是不是有点太双标了, 同样的问题, 就是放在中国和新加坡, 那在新加坡就是正常, 就无所谓, 但在中国就不行, 第二个是我觉得, 这个话, 这个话从一个法国人说出来, 就觉得很可笑, 法国人不是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吗, 一个人就不是人了, 他觉得好像新加坡, 哎呀, 那么没有自由, 那么监管那么严, 但是反正他们人口少, 国家小, 我们也无所谓, 管不到他那里去, 但是大国就应该去受到重视, 毕竟千千万万的人都在被, 好像受到压迫怎么样的, 我们就应该去解救, 所以在这些人他们, 有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洗脑洗脑, 我觉得对于洗脑的这个概念, 就是在, 你没有去做过, 通过, 要么就是你去查证一些资料, 要么就是你自己去亲身经历, 或者是你去跟当地的人, 或者是有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的人, 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 去了解这个地方, 你就去评价他好与坏, 就优缺点, 或者是制度的优缺点, 或者是等等等等, 之前, 你就是在去进入比较深入了解之前, 就去判断通过你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 浅显的新闻报道, 我第一次说, 就是一句话, 一个你看到一个题目, 或者是一个视频, 或者是一个一张图片, 你就去断定, 这个国家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人民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洗脑, 如果你已经有过深入了解, 然后你再去说的话, 在我看来, 你的有任何跟我不同的观点, 我都觉得, 我都会去倾听, 我都会去, 至少这个人的态度, 我是尊重的, 尤其是很多西方媒体, 就是不分青红皂白, 就会为了抹回中国, 而抹回中国, 这种我就是, 当然我不说大家都, 可能跟我感同身受吧, 就真的是很反感, 我记得疫情的时候, 尤其是有次我看过一个法国媒体报道出来, 说当时他报道说中国疫情期间, 中国政府告诉人们需要吃一个什么什么中国生产的药, 好像就是板狼根, 然后中国人去疯狂抢狗, 其实这个新闻我也有看过国内报道, 也不是说它是假新闻, 但是他们那个媒体, 他会用的词语非常有导向性, 他会就是说被官媒洗脑, 群众被洗脑, 都感觉都是一群被洗脑的人, 但关键的关键, 加上那个配图, 那篇新闻的配图是一间药店, 上面满满写的是韩语, 我当时看到这篇新闻, 我就评论了一下, 我就觉得, 首先不说你这个新闻真假与否吧, 第一, 你的新闻导向性非常强, 不过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在国外, 他们的用词就是导向性非常强, 第二, 你作为一个媒体, 能不能稍微认真对待你的工作, 你不要拿一个韩国的照片, 然后去做一个中国的宣传, 就是作为一个关于中国的报道, 我当时觉得很可笑, 我当时还拿这个例子告诉我的学生, 其实我当时其实也就想表明一个我的观点, 我就是, 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现在因为互联网比较普及, 你们都收到过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 然后给你们看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说在维护我的国家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你们肯定会看到各种各样负面的新闻, 但我希望你们能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对待你看到的新闻, 它不一定是真的, 它不一定是客观的, 当然这篇报道我不说它是假的, 我只是说你看这个报道, 它的配图都不是中文, 我说你们学过这么多年中文, 至少不说你认不认识里面写的什么意思, 你至少看得出来到底是韩文还是中文, 我就说你看现在我觉得很多西方的媒体都没有一个很客观很认真的态度去做他记者本该做的工作。